12月6號12月7號呢 這個成功的完成了兩場的小巨蛋演唱會 此刻心情如釋中 還是很捨不得 有一點捨不得 可是真的很開心 因為不知道自己在小巨蛋開演唱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就現在知道了 現在知道了 所以呢唱完了感覺怎麼樣 很開心 很爽 對 還是很舒服 很舒服 哈哈哈 很舒服啊 很舒暢 很舒暢 但是我剛剛想問一下這個田副生 你剛剛在演唱會上面有說 為了這個演唱會 你已經怎麼樣怎麼樣很久了 然後你剛剛上面話沒說完就被歌迷打斷 我很好奇耶 斷酒 哦 忌孔 對啊 斷酒兩周耶 哦才兩周哦 對啊 手都發抖了 抓到有沒有發生 喂 有那麼嚴重嗎 因為想說要讓自己的 就是肝臟的狀態比較 不要那麼疲勞 然後 熱量少一點 嗯 所以真的是 哦 斷酒兩周 真的 所以那個有稍微忌口一下 今天就可以那個稍微 等一下就跟每一桌 每一桌稍微的敬一下 嗯 對不對 大家大家辛苦了 沒有 我們其實 筹菲生演唱會好幾個月 我們都是想說 如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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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只有一句話 就是說 田副生 如果搬演唱會 只有三個字 就是大成功 大成功 沒錯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連續兩天這個萬人空巷 急爆小巨蛋 可以感覺到 田副真真的成功了 駕馭了全場大家的情緒 是 而且呢也成功的克服他對高度的恐懼 所以呢 希望這個 將來在海外的城市 能夠越調越高 票房越來越厲害 好不好 所以要歡迎這個 兩位嘉賓 我們移動到香檳塔這邊 世界移動一下哦 好 到中間 停留一下下 謝謝 太開心了 哇 而且呢 這次 田副真是穿著高級定制服 每一套衣服都大有來頭 都非常非常的華美 算都是她的好身材 來 稍微的停留一下下 謝謝 也謝謝這個花言唱片 一路來的這個 PB的 最大面的鼓勵 跟支持 來 右手 鼓勵麻煩 好 我們慢慢的看一下你們的正前方 正前方 田副真的演唱會就是三個字 大成功